早安 早安 大聲一點 行不行 早安 大聲一點 給你一點勁的這位同學 非常好 中四的同學還沒起床 中四的同學 是不是中四的同學 只有兩個 中四的同學 中四的同學 起床 讓我認識一下你們 中四的同學 非常好 中五的同學 有沒有中五的同學 你們是中六的 中六 中六 DSE的那些 那些是甚麼 告訴我 中幾 中一 中一 那麼厲害 中四的同學 先叫你中四的同學 中四的同學 非常好 謝謝你們 我想知道這位是中幾 很多 有中六有中七 真是玩我 中五 這位同學真的誠實 我喜歡 中五的同學 可不可以起床 沒有啊 沒有啊 不是啊 中五的同學 終於都要起床 為什麼要起床 因為 坐了那麼久都累了 當然要起床 我們不如全部一起起床 做個熱心一步 全體一起起床 一起起床 做個熱心一步 因為呢 很累啊 聽拖呢 經常聽拖呢 啊 做一下熱心運動先 鬆一鬆先 好啦 其實做一下 真的要鬆一鬆 你知道原因嗎 有人知道原因嗎 不知道呢 啊 我喜歡你的同學 OK 我希望你現在 做一個動作 我開始演說之前 我想試一下 如果我站在這裡的話 我的左手邊的同學 我想你們問一下 你左手邊的同學 我自己有什麼人最厲害的 你覺得嗎 你試一下問一下他 你試一下問一下 你自己左手邊的同學 你覺得我有什麼厲害的 這樣 好嗎 認真問過我 你真的試一下問一下他 你不覺得嗎 你不是吧 你真的試一下 你很可愛的 有什麼東西 可以說 你很厲害的 你很偉的 有什麼東西 你很偉的 你很偉的 你哪有什麼偉的 有什麼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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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同學 可以告訴我 有一個同學 夠膽跟我走出來 給我一個人 我同學說 是很帥的 你們是怎樣? 有! 有! 好! 各位清楚 大家好,我是Raymond 大家叫我Raymond 簡單來講 我是一個創佛企業家 我投身了IT的學員超過20年 20多年年 我現在在數碼港 數碼港有兩間創佛公司 FutureNow我背後是其中一間 剛才Ada說得很好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知識的傳播者 有IG、Twitter、Discord 無論你小紅書也好 什麼都好 OK? 其實你們每一個都是有厲害的地方 每一個都有 除非你旁邊的朋友騙你而已 OK? 只是說你帥仔或者美女是不夠的 其實你真的是厲害 你要知道你們是厲害的 對不對? 很重要的一點 你們是可以的 不要覺得自己不行 第二件事 我想分享給大家聽 其實我在做創佛 我也做了很多年 如果大家可以靜一點聽 聽我的播放就更加好 好 知不知道數碼港有多少間創佛公司 有幾間 兩間就是我的 是不是 猜一下 數碼港一共有多少間創佛公司 兩間 全部都是我的 這位同學真的謝謝你 還有沒有 我想問一下後面的同學 多過100間的舉手 對不起 是100間樓下的舉手 一個 500間樓下的舉手 真的 大家以為只有兩間 兩間的只有舉手 好 好 數碼港一共 今天 18803間 全香港有多少間創佛公司 知不知道 沒有 只有兩間 沒有畫 3800間 全香港 3800間的創佛公司 好 說了這麼久 不如試試看下一張 沙漢 忘記說什麼 好 我的公司是做什麼的呢 是一個演說的平台 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們 可以用三分鐘 是三分鐘而已 就可以把你們的知識 去告訴別人 是 教導人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三分鐘你們可以 學會一新的知識 哦 看一看 看 什麼代言 看 大聲 千千之見 代言人 哇 帶了阿Briain 你認識她 阿Briain Chow OK 三分鐘不要坐 不信 去看她 好嗎 喏 這位小妹妹呢 是一位基層的家庭 她叫 Gloria 她 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擴闊了自己的視野 剛才 Ada不是說了 我們要擴闊視野 什麼叫擴闊視野 看多點 學多點 做多點 對不對 你們做過事沒有 你們做過事 如果 今個暑假 應該接下來 聖誕假 有機會做一些工作體驗 尤其是 我知道生田文正 很多工作體驗的機會 我建議你們 我建議你們 每一個同學仔 是每一個 都試一下 去做一個工作體驗 我深信 不要說2033 下個月 你就已經有一個不一樣的你 OK 很重要 記住我講這句話 好了 這位同學 Glorian 現在說回頭 其實他呢 就在我們的劈台裏面 除了他自己去吸收一些不同的創科知識 學習一些 一些 做事的知識之外 他小學五年級而已 你想想 他五年級而已 還有他現在呢 已經是我們一個的知識學 能夠 不停用三分鐘的時間 將他自己學到的東西 消化 內白 然後 同白 他被顯示 喂 Raymond 不是吧 是不是真的 三分鐘真的學了些什麼 好 去一去片 這間呢 是一間中學 叫做結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結心中學 在黃大師那裡 這三位同學 是中四的女同學 我想分享給大家聽 我會播一條三分鐘的片 三分鐘的片 三分鐘的片 你們看一下三分鐘 你們可以用到什麼 好嗎 看一下你們做得到 你好 大家好 我們是中四的女同學 學生 和IJ 記得小時候 對於科技 不是有太大的了解 在中學的時候 才開始慢慢有些機會 去接觸更多 關於STAM的活動 和比賽 慢慢因為這樣 對於科技 有更大的興趣 我也是 像今年這樣 我們參加了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最開心的 不是拿出發明組 國軍 而是從中 我們認識到更加 關於AI的知識 就像我們發現的 單車精明 IIC 就應用了機械的學習 當他感到有 大型貨車經報的時候 他就會發出聲響 然後就提醒 踩單車的事件 要小心 同意 因為這個 科技 每個人認識到 是可以令到我 有本種感複 我幫你認識 是很有意義的 在這個比賽結束之後 你平時這樣 了解得多 有科技的新聞 也都想了解更多 新科技的資訊 和文件 還記得 在今年10月的時候 Facebook 陳正總裁 就提出要把Facebook 改成Meta 就宣布 主力發展月宇宙的 這個名字 就很有趣 包起來了我的好奇心 另外 又更加多的興趣 想去了解一個 月宇宙的一項 進入我們不同套奏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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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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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他的課題上還有更有工作和財產經驗 他根本的原型的投資疏格 他有使用貨幣,競然用貨幣,接吻貨幣有XD的貨幣 就可以了 雖然,這些課幣貨幣很難有什麼使用 但是都是屬於三宅的 雖然,在每一個研究中,要運用nft來放一些資產 可以代表做不同的事物 但可以不相對待 可以補充到虛擬世界各大技術全装 通常NLT是其中的技術之一 虛擬的發展中 NLT只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例如AI、電影視覺和網絡等等 這些技術是一間公司的其中的技術全装 所以公司的不同的技術 讓我努力擴充知識創業 我可能可以成為其中一個創業者 咦?我們不是就是在創過熱心的技術嗎? 一波 所以熱心和兒子就讓我們一齊 露術學習,好好受動樂跟 一起揮手創業熱心學習 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知識,記得分享我們的頻道 Bye 三分鐘 很開心 三分鐘而已 剛才學懂什麼元宇宙 Ada說了 啊,剛才我聽到元宇宙沒有什麼反應 我想分享給大家聽 你們是很聰明的 好聰明 給點掌聲你自己先,好嗎? 你們是很聰明的,你要記住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呢 所有的知識呢 都一定是老師教你 校長在這裡,副校在這裡,老師在這裡 我都要跟大家說,在今天的教育世界裡 我們是一起合作 我們是一起co-creation 老師的角色是去facility你們的學習 真正學習的人 真正學習的人是你們自己 有什麼不可以在google找到呢 是不是? 但是,你們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呢? 沒錯啊,這位同學 很多,你不是其中一個我看到的朋友 並投 我們公司呢 有超過過萬個學生來過 我們都叫做創科夢之旅 包括呢,我想告訴你們 陳副校都來過 都是同樣一件事 很多同學來到這裡 喂,究竟我有個夢想啊? 剛才這位男人問大家 我沒有夢想的 是不是?我是鹹魚來的 我躺平的 It's okay 合理的 對不對? 大哥,這個年紀 他知道的話 你看,很英俊 不過 不過 我知不知道這條路可以怎麼走呢? 今天你們坐了在這裏 整個幾小時 你們都是想做一件事 就是有沒有人告訴你 這條路可以怎麼走呢? 我分享給大家聽 我一直問 是不是不可以用手機呢? 你們知道嗎? 應該是不給我 你們現在沒有手機啊 對不對? 因為通常這個時候 我看到我們平時的 就拍照了 未來 最需要的Skills是什麼? 你們為什麼讀書 在這10個Skills裡 我們不是說2033那麼遠 2025 三年之後 OK? 三年之後 大家有什麼留意得到? 這10個Skills 可不可以嘗試 告訴我 有什麼特色? 其中一個 有什麼特色? 我可能會有獎品的 我可能會有獎品的 哈哈哈哈 有沒有同學能夠想 有什麼特色? 這10項裡面 我看看你們觀察力如何 看看你們多少時間 先看看 開顧好嗎? 10項裡面 有5項都是藍色的 大家看清楚 藍色是代表什麼? problem solving 解決問題 OK? 解決問題是我們最需要的東西 OK? 記住了 好 剛才有10個Skills 現在是由全球最大的consulting firm Bakinsy 再幫我們分析一下 原來我們在這個世代 我們有56個Skills 再分散一點 拆散一點 有56個很特別的Skills 我們一定要學會 這56個Skills 不只是你們要學會 包括我 包括老師 包括在座每一個人都學會 好了 我又問一下大家 這56個分了四個Gorgia 看到什麼? 如果看不到那些 我就會問他 我選一位同學出來 我又問一下 我們很多 很多這些Bench 隔壁那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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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意到些什麼? 你看不清楚 好了 你照樣我給你出賣朋友 你會選誰來幫你回答 就非常之好 OK 阿里同學 你留意到些什麼? 雖然小隻一點 你們學生已經看到了 加快速度 簡單點來說 左下右下角 是講Digital Skills 即是我們講學Stamp 學Steam 這些東西 是佔了25% 你們必須要認識 不過不是最重要 應用科技是重要 不過有剩下的75%是什麼? 是Soft Skills 是你們的軟實力 你們有沒有能力 去和人溝通 你們有沒有能力去管理自己的時間 你們有沒有能力去做 站台上去和人分享 溝通是很重要 而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刻 你們的學習 OK 我時間有限 所以不要只問我 問一下Google 其實很簡單 一切的答案都在這裏 問一下Google 我將來工作 我需要什麼Skills 他會回答你 好 多一點 其實我的時間 可能幫回一點 不過 Show me your love 有沒有人吃過這個飯 有 好 我剛才說我的職業是IT 有沒有人知道IT是為什麼 請 資訊科技 英文是什麼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沒錯 這個是20年前的definition 今天我要告訴大家 IT stand for是什麼 好嗎 Impact 有沒有聽到Impact 有沒有聽過多元 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 17個 可持續發展 你們一定要認識 我今天來的目標 所以是告訴大家 你們要學懂什麼 學不學到 你自己決定 OK Impact And Technology IT 對不對 非常好 我想說這位同學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是沒錯的 不過 我們現在還要走多步 我們要make impact 我們要make impact 作為創科技業家 我也再說多一點 我們有一件事 就是初心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夢想 我們剛才說 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 我們還有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 就去Google一下 OK 可持續發展 這個是全球 都是一個貫通目標 我想給大家多一段影片 看看 每一間公司都是來自初發營的初心 但大家究竟有知不知道 每一間公司的初心是甚麼呢 有知不知道SDG是甚麼 它跟其他科技公司有甚麼關聯呢 最後他們是如何達到他們場面的目標 今天我們就會訪問幾間科技公司的代表 來解答大家的電話 大家好 我是Google的香港GMK 說起初心的話 Google的意思其實是keep locate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一罩式的平台 令到大家可以不斷探索 體驗最好的旅遊享受 Google其實跟SDG有很大的關聯 但如果最重要的部分 我相信就會是本地和世界的國家 希望在這個後疫情的時內 對啦 Google可以繼續去看展 我們本地的休閒 和海外的旅遊業務 他們的這個3Tension 進一步去擴播我們這個Super App的地位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 旅遊科技 希望我們亦都可以帶 更多的包容 好像我們的馬牌 來聯合國座載 帶給大家 你好 我是Windy Wondy你們的初心 就是將保險連得 simple Faster 在SDG 今次科技的項目 就是防座輪 安全和對我們投身 疫情來說 就是很多大型公司 參加了這麼大型的測試 因為工作加工作 而你賠償的收據 又入保險公司裏面 動漸搞到很多 你當時最多工程 差不多整個時間 而Wondy Green 因為運動科技 完全沒有受到影韓 你賠償幾天就搞定 業餘工也都非常安全 Wondy Green 長期的目標 就是進入世界的目標 我們最近推出了數字資產的網行 全世界是能量的 Wondy Green 是其中 Wondy Green和數碼 非常之歡迎給你們 快點就理解我們了 大家好 我是Edward 來自FORMIA SQUARE 我們希望將我們的科研成果 帶給香港 變成一個新的產業 現在我們開創了一個新的 RV Raging平台 一個實體虛擬的 我們將賽車帶進去虛擬的世界 而兩種混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電競產業 帶給香港 我們希望將科研的成果 帶入教育 令到做到一個傳承出來 令到上一代和下一代 是可以大家互相溝通的 繼而看準一個市場的定位 再將它放入一個適合的時機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 可以傳承的項目 大家好 我是希文 我是Digital Firm 藝術科技 我們Digital Firm 在2021年9月正式成立 舉行了第一屆的戰盤 發展初心 就是希望連結到 RV和Attack 好好地利用到技術 來做Promo 甚麼叫做NFD Firm 我覺得我們公司Digital Firm 以及SDG 最大的關係就是Number 9 就是 Investy的Innovation 和Infrastructure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公司Promo 其實直接就是一個 新的經濟產業 我們公司的長遠發展目標 就是繼續做好實體的NFD展覽 以及結合元宇宙的藝術工程體驗 我是Justin 從Jets and Audit 我們做一些不言規式的 意學素描 醫療科 做一些早期篩查 和慢性疾病 管理 除了肺肝和腎 我們一直都是提到 accessible health care philosophy 就是令那些便宜 和Portical 你可以多一些 在外宇宙做到 decentralization 的health care 所以其實跟第三個SDG good health 會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我們任何做早期篩查 和慢性疾病 除了做肺肝和腎症 我可能會再加多一些不同的器官 發出心 乳癌 其他不同的情況 我們想避免 就是世界Top10的病毒 還有一些很prevalent的病毒 都會放在裡面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in 知識科技 我們討論一下 我們討論一下 其實我們有三分鐘的知識 出現 在我三分鐘內 大家可以 使用色 科目的上色 手指 放在顏色 一些我們叫經驗 精神 所以我們討論到 知識語 知識語 但很多人 我們是 SDG 其實我們 就是去 初修 全程的 SDG 就是這樣 國際教育 我們深信 每一個朋友 每一個人 都可以透過你們的知識 去做絕底 這就是我們很想做這件事 我也在做過呼籲 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大家的知識 去創造未來 一起把我們的知識 共產給全世界 每一個角落 Thank you 好 我們給我們一些掌聲 我們重播研究 好 好 上一張 OK 可以 好 最後 我還有兩分鐘時間 我很想大家記得 這五個節 創科的正戰力 我想分享給大家一件事 就是 企業家的思維 無論你 做的有好 讀書有好 必須要有的機能 OK 企業家思維 什麼是企業家思維 上網去找一下 記住 你們必須要有 而 創科的即戰力 這五個字 我希望你們會帶走 即戰力是什麼 有人知道什麼是即戰力 即是說 你們 你們 在一個 完全陌生的環境 之下 你們都有能力生存的能力 揭錯這樣的說話 為什麼我們剛才說這麼多 SDGs 這麼多的創科技能家 回到頭就是 為什麼你們要讀 中史 西史 Physics Chemistry OK 可能有價值 種種的原因 如果你想做一個創科技能家 麻煩 大家用心一點 因為我們每一樣的工作 都需要這些的知識 知道嗎 OK 當然 最後一分鐘就是講回2033的我 講到這麼久就是 Ronald跟我說 喂 你跟我說一下2033的我 我想了很久 十年後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想告訴大家 這件事 所有事情 我未必會想到2033的我 不過我要告訴你 就是大家要用其中一個思維去學習 假如我只有30天 如果你只有30天 不是10年 你會怎樣做離間工作 你會怎樣學習 你會做些什麼 要用你自己最心底裡 最想做的事 找回自己 找你自己最厲害的東西 貢獻給世界 行不行 OK 多謝各位 好 好 多謝Raymond的精彩分享 希望在這短短一個小時 能夠各位同學 能夠啟發你們的人生 在未來2033年的人生規劃 作為一個準備 好 多謝今天大家 首先我想多謝今天梁文賢 紀念中學 還有各位同學 給點掌聲自己 好嗎 好 接著我要多謝閃副校長 多謝各位老師的幫忙 我現在把時間交給余老師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